他人员里面的录制剧不熟悉的话 建议经常性的 反正有机会你就多录嘛 那当然录了之后呢 要修改 那至于修改到什么程度 可能也许刚开始 反正你可以尽可能的 把你看得懂的东西 尽量做一些修改 然后当然尽可能的也加上注解 因为如果你不加上注解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你录了什么东西 可能很多地方 其实录下不该录下的东西 其实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你怎么去熟悉这个录制剧集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 就是你要能够做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在你还不了解 或者是在你还不熟悉VBA之前 录制剧集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过渡的一个 算是什么 过渡的一个桥梁功能 因为它基本上 你不会写程式没关系 你只要看懂 就是说大部分你可以 可能看不懂没关系 那你只要针对你要的部分 去做修改 其实它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 比如说 我们刚刚录了这个剧集好了 那这个剧集的话 就在这边有一个筛选业务 对吧 然后编辑一下 好就切过来 一样了 自把它放大一下 自放大的话 可以从工具选项里面 拽写风格 自我把它放大到14好了 自然看起来比较大 然后呢把你需要的那些功能 比如说里面的就是注解 像注解部分把它加上去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说 你就是再把它run一遍的话 做完之后 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做再做一遍 记得 这个小咪这个先删除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因为你add的时候 假如你又重新命名叫小咪的话 它会发生错误 名称不能一样 如果你把它直接执行的话 假设你录完之后 然后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 它会帮你跑一遍 好跑完了 小咪出现了 有没有就在这里 OK 可是呢 应该知道我刚刚在做什么 因为它动作太快了 这个本来没有 对不对 你们等一下可以直接执行它 本来没有小咪的吧 按这个执行 小咪就出现了 有没有 OK 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只有做产生小咪 那我希望以后可以去找其他的业务人员 那这个业务人员的话 可能它会是一个变数 那最好是当我执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它最好可以跳出一个什么 让我输入的一个对话方块 那这个对话方块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用input box 那input box它会让使用者填一个关键字 那那个关键字呢 必须用一个变数来接收 所以呢 这个变数记得 我前面讲过啦 反正后面就丢给前面就对了 所以前面就是接的部分 x等于什么呢 x等于那个input box 所以在那个vpa里面会有input box 钱瓜糊 它会跳出说 请问一下 你那个跳出来 那个对话方块上面要显示什么文字 那你就跟那个使用者讲说 请输入业务 业务名称好了 OK 假设这样子 后瓜糊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它后面还有很多参数 比如说 还有什么 要不要title 要不要什么default 什么一堆的 其实可以不用 最重要是这个prong 这个prong的意思就是 请你告诉我你上面要显示什么啦 title如果你不要没关系 你就是最主要是这个参数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假设使用者丢了一个什么 比如说他要找的是菜头 那他就输入菜头 丢给谁呢 丢给就x 那假如说这个x 他变一个变数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底下 有几个地方 可以当成变数呢 特别是说 criteria这个是1 23是1 这是1 OK 后面会有个小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数字 这个东西 这个criteria实际上就是 你要查的参数名称 查什么东西啦 主要是这里 最后的话名称是不是要变更 所以两个地方做变动 OK 那所以我们直接怎么样 把因为他丢过来是一个字串 所以这个字串 我就把这个字串取代成x 就是他的参数名称 所以参数名称呢 因为我这边有个autofilter 后面的话针对哪一个栏位 就第三栏 业务嘛 下了一个筛选条件 就是 比较这是菜头 那查完之后一样 去做control shift向右向下复制 复制之后一样 一样新增 那新增的名称的话 也是针对这个名称 假设是菜头 那他就帮我怎么样 给一个name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前后面部落都一样了 没有改动了 主要是改哪个地方 因为我要把它改成活的 所以 将来如果你要做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非常简单 主要是改这三个地方 任何在Excel里面的大量资料 都可以很快的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甚至这些可以拿来当范本 完全不需要做什么变更 你只要注意 就是说 input box 然后呢 fill的是指的是 这个工作表的第几栏 然后他给他什么条件 好 那么来试一下 那当然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所谓的 插入一个所谓的按钮 假设这边做一个按钮 把按钮放这边 叫筛选业务 那这个做按钮 我想前面都讲过了 反正快速的做一下 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贴上 OK 好 筛选业务 大功告成 按下它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要查什么 查菜头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输入一个菜头 名称不能错 好 那我不是用包含 我是用等于 所以这两个字 你不能打一个菜 如果你是包含的话 你就是用菜就可以了 里面反正只要是有个菜 按确定 OK 好 完成了 各位可以看到 菜头就出现了 OK 那如果说 我今天要查别人 假设我要查什么 小张好了 你再输入小张 按个确定 小张又出现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以后呢 我一个很快的 有没有 可以做出 所谓的查云系统 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今天呢 我要查的不是 只有业务啊 我想要查产业别 都可以 可以啊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如果你做好一个之后 对不对 请你哦 不用重做了 做什么 Ctrl C 对不对 然后呢 Ctrl V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把这边改成叫做 改叫什么 筛选 产业别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边把它改成 产业别名称嘛 进来的东西 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一样放在X 比如说它是金融业 但是请注意哦 这个一定要改 Field 有没有 这个一定要改成第四 不然如果说还是三胎 还是去查业务 一定查不到 Critera这个不用改 然后这边的话 也不用改 好了 产业别诞生 我没有做什么嘛 只有把它复制 贴上 贴上 所以只有改什么 改了三个地方 产业别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你想说老师那产业别 把这个按钮复制一下 因为把它大小一样 我习惯是把它贴上 然后呢 把这个按钮做一个什么 做按右键 一样去把这个按钮改成什么 改成指定那个产业别 把名称改一下 也许这个叫做筛选产业别 指向是这个 产业别 OK好 那把这个地方 金融业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找的是金融业 OK按确定 你会发现了产业 金融业就出现了 全部都金融业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再产生 帮我产生一个所谓的那个产品呢 很简单嘛 Ctrl C Ctrl V 就程式里面 一样嘛 把这边改一下 这一段C Ctrl C Ctrl V 然后改成什么 产品产品 这边改成5 不就有了 所以呢 如果它的栏位性质都是文字筛选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做一次 全部都做完了 OK 但是呢后面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呢 在找业务的时候呢 如果你再输入小张的话会怎么样 重复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不对了 已经有了 那你为什么要找一样的呢 那如果说你没有房呆啦 所以我这边后面会讲到 如何房呆 所谓房呆就是说 它就使用者 做了一些动作 会让系统怎么样 就是整个 就是怎么样 就变成说假设啦 它如果输入一个小张的话 按个确定 它程式会怎样 诶 有没有 会出现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要避免错误的话 可能你就要想一些方法 避免程式发生错误 所以后面的话会讲到房呆 那可能房呆大概会有几种 比如说我后面有提到 大概房呆的部分 至少我想到有三种 三种房呆可能就是说 第一个名称已经做 而产生 有没有 这个名称已经存在了 那怎么办 我想到的 其实你要去用使用者的使用经验 去推敲说 他可能到底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会做这件事情 那应该是他要再查一次啦 那因为你的前面资料 已经update了嘛 那update的话 势必上就是说 他会有新的 新的资料 所以就会有新的查询结果嘛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应该是 应该是先把那个 旧的工作表帮他删掉 再帮他重新查过一次 这样感觉应该是比较贴心的 不过有的时候 你要针对实际上 使用者的 就是UX 就是user experience 就是使用者的经验 去做一个推想 那那个就是好的使用者界面 比如说我就是帮他删掉之后 再帮他查一次 这样可能会比较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怎么做 等一下会讲 OK 另外第二种防呆 就是如果他没有填任何资料 像有使用者怎么样 假设这个地方 这个是刚刚错的 所以你把它停止掉 记得停止掉 因为它卡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记得再把这个多的工作表删掉 切回到问题一 记得怎么样呢 把那个我们刚刚的那个什么 筛选取消掉 OK 它就会恢复正常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第一个防贷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有一种可能性 他如果没有输入任何东西 会怎么样 也是会错 里面是空的 所以第二个防呆 如何避免 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而产生错误 OK 那再来还有什么防呆呢 我想到 还有就是说第三个是 本来我只有想到两个 一个是名称一样 一个是没有填写 另外最后后来有同学问到 老师还有一种可能呢 如果他查那个人 那个业务姓名不存在 或者是那个业务 他们里面没有资料的话 所以我这边是叫无结果 就是查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查询结果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可能会有这三种 当然有可能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那你就势必要做 所谓的那个错误 例外事件的一个什么 处理 那如果你所有东西都处理 都把它处理掉的话 那基本上你这个程式 就比较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 那这个系统的话 就是稳定的系统 OK 所以尽可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是讲到就是 刚刚的这一段程式嘛 也把它放在这边的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刚刚的录制聚集 假如说没有录得很成功的话 你也许可以参考这一段 就这一段 我刚刚做的 其实我主要是怎么样 加了这个input box在这里 改了这个跟改这个 其他都一样 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改完一个所谓的筛选业务的 这个查询功能之后呢 再来做第二件事 就是 不是不只筛选业务 还筛选产业别 也许你还筛选什么 其他还有什么栏位的产业别之外 另外还有所谓的那个 产业别之后 其他还有像我们这边有所谓的 产品 甚至客户名称等等的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所谓的房呆 所谓的就是 可能如果程式发生错误啦 因为你这个查询 你将来如果做了一个查询系统 给人家使用的时候 当然很多的时间 当然你自己最轻 你自己用 应该比较不会发生错误 可是如果你给别人用 你会发现 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你要怎么去避免 它可能发生的错误 让你的系统比较稳健的话 那这个当然你要做一些 防呆的措施 那可能想到的也许有三种 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可能是 那个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它又在查 那我们可能怎么处置呢 把旧的删掉 把旧的删掉这个部分呢 你可能要想到工作表 如何删除 OK 删除工作表的功能 所以这个删除工作表 那你只要想到工作表 你就要想到所谓的工作表物件 Shits 它里面有一个叫Delete OK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就是说 把那个 刚刚的录制去集的结果 改增加一个Input Box 变成一个变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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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